大家好,欢迎来到Creating Power,祝大家听书愉快,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本书的第六部分。 你不仅只会对更多的财富有吸引力,同时也会对所有能帮助你表达成长的新层面的所有形式更具吸引力。 你会将你知道你要的事物带给自己,或者你会在你觉察到你对某事物的需求之前,这事物就已然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了。 你吸引来的事物都将会比你所要求的还要更好,而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也都将适合于你是谁。 某人15年后的目标是创造100万美元,退休,然后轻松地过日子。 某天他了解到,和前些年相比,他几乎是更不可能拥有这样的一笔钱。 他尝试过任何一种能致富的方法。 他做了各项的投资,得到各种不同的结果,在工作上很努力地寻求表现,也存了一小笔退休金。 他在想,100万美元究竟能带给他什么,得到的结论是能让他有时间休息,并能给他从事他喜爱的活动的自由。 他决定在自己还没有得到这笔财富之前,开始给自己时间放松,休息和他热爱的活动。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,如果他一直在等待金钱的到来,可能他永远都无法过他想要的生活。 试过几次放松的练习后,他了解到自己必须发展自尊的特质,因为每次他试著要找时间休息或做他热爱的事实,就会有其他责任和义务来阻挠。 他解释到自尊对他的重要意义,定认为自尊意志允许自己拨出一些时间,静静地与自己独处,以及追求能带给他喜悦的嗜好。 他开始弹奏他早年很喜爱的乐器,由于他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独处,许多神妙的韵语和歌词不断地来到心中,于是他就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。 因为他对音乐的研究,他发现他的创造力在他人生的其他领域中展开,他的自尊开始增加,在工作上他获得晋升并得到一份更高的薪水。 事实上,他还将他创作的曲目卖给几家电影公司,而他正走上一条通往更多想象不到的财富的路上。 借由发展自我尊重的特质,他创造的不只是他想要的财富,还有许许多多极美好的事情,一份他热爱的工作,充满实现感与满足感的生活,还有一个能了解到自己内在更大的潜能与记忆的机会。 借着喜悦生机活力与自爱我创造出财富和丰盛,如果你不断地触及到你想借由钱来实现的需要,以及你希望财富能带给你的更高特质,只要你下功夫发展这些特质,那么你吸引来的财富和事物就会带给你喜悦以及自我实现。 如果你不知道拥有某件事物后,你想表达的是怎样的更深需求或怎样的更高特质,那么就算你有能力吸引它们,当你得到它们时,你可能会或也可能不会因此而感到满足。 或许你现在所赚到的钱比你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还更多,但是你却无法感受到过去收入较少时的那份内在丰盛,富足的感受。 如果你内在的需求并没有被满足,那么再多的财富也是不够的。 你可以借着贪婪,不尊重别人,或者借由一些无法帮助你过令你满意的生活的其他理由来赚到财富。 你也不一定要成长,并开始实现你的潜能,才能吸引一大笔财富。 但是,我要说的是,以创造财富的方法将决定你所经验的课题和成长。 比方说,如果你借由贪婪来赚钱,那么这笔钱可能会再被别人拿走,或是你很快就会失去这笔钱。 你可能会带给自己许多关于贪婪的课题,这当然包括担忧和恐惧。 而你吸引来的钱可能也会使你原先要想解决的问题,更新扩大。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带给我活力,带给我成长。 一旦认清你认为财富能满足你的更深需求,即你想更常体验到的更高特质,你就可以开始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,来满足自己的这些需求,并表现这些个特质。 有个方法就是在心里面列出所有能帮助你体验欲望感觉的活动清单,定决心让自己经常从事这些活动。 比方说,若你想得到更多的生机活力,你可以决定说时你感到更有活力的活动,就是你与朋友,家人聚会的时间,到公园散散步,看几部好电影,花点时间在极富创造力的嗜好上。 一旦你确认出让你感受到活力的活动时,就让自己更长地来从事这些活动。 如果你认为感受到更多生机活力就是财富会带来给你的特质,那么就让自己做这些让你感受到更多活力的事吧,这将会使你对财富与丰盛更具吸引力。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的活动会使你感到活力或和平,或者你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感受是你想拥有更多的,你可以开始回忆起过去你经历那些感受的时刻。 那时候的你在做什么,如果你觉得过去并没有感受到这些,看看你现在的生活,问问自己什么样的情境或活动,会带给你更多的活力,即使那是多微不足道的小事。 开始将你的焦点集中在能你能感受到活力的时光,观察自己在做什么,并经常地来从事这些活动。 由于你是如此地寄托在这些活动上,你将会发现更多让你感到活力的方法。 不要等到你的技能进一步提升时才采取行动,因为你显现的能力是一步步发展出来的。 也不要想立即拥有一切的事物,一次一小步,那么你的成功也就会逐渐地自己建立起来。 你将会越来越能感受到活力与生机或任何你想感受到的特质,直到这份感受成为你蜕变后的一部分。 某人决定说他想要的特质是充满活力的感受,他了解到能得到这份感受的方式就是到本地的学院上课,一星期花几次的时间读个把小时的书,经常让自己在浴缸泡长时间的泡沫热水澡。 另一个人想要得更多的内在和平,他认为得到这特质的方式就是长鱼运动,偶尔在周末钓鱼,有时间开一间自己的小工厂,放些工具,而能创建一些事物。 当你感受到更多的内在和平、喜悦、活力或任何的更高特质时,你便已然进到个人进化的下一阶段。 你变得更充满生命的实现感,对自己感到快乐,并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自我表达的生活,充满愉悦又深具意义的活动,还有充满助自爱、自重、自尊等等感受的生活。 因为你表现出越来越多你认为财富将会带给你的更高特质,你不仅只会吸引来更多的财富,在你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丰盛也将同时被你吸引。 你是一个壮丽,不凡,充满了力量的存有。 相信你值得拥有你所能想象的最真、最善、最美的生活。 想达成什么的过程,就是成为达成之后,你心中拥有的那份特质练习表达更高的特质,你可以运用这个练习来学习透过运用视觉化的方式,想象你拥有并且成为那份特质的方式,来学习经常地表现出这份更高的特质。 准备找个时间,找个地点,让自己放松,思考,不受别人的干扰。 照练习,放松,集中焦点,视觉化,教给大家的方式一样,让自己放松。 步骤一合上双眼,想想你想在你的生命中拥有更多的某种特质,是勇气、平静、快乐、幸福、还是爱,那一个最合你意。 选择一项你认为拥有财富之后,你将会拥有的特质。 当你想到这份特质后,想象你正在感受它。 你的感觉如何,你可不可以把这种感觉带到你身上,当你用身体来感觉时,注意你的姿势或你呼吸的律动有些什么样的改变。 二,描绘一个你在未来正表现或体验这份感觉的情境。 在你心灵中挑出一个景象,一个未来的想象事件,它代表你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来体验这份特质。 比方说,如果你想在生活中拥有更多内在的和平,你可能会想到某个你经常经验到的一般情境,想象在下一次这个情境发生时,你看见自己正在体验内在的和平。 让这个景象简单化,在你心灵中不断地反复练习。 好像你真实拥有这些特质的来感受在这个情境中,你想拥有的感觉。 三,注意你如何描绘这景象。 你可以描绘出谁在场,你们穿什么,或是你所在的环境背景,用你所有可能想象到的细节来填满这心灵图像。 四,再次查看你的心灵图像。 它是明亮的,还是灰暗的? 让这个景象的光度更明亮,同时并注意当你这么做了之后,以对这份更高特质的感受。 五,你是把它当作一幅就在你眼前的画在看吗? 就好像看电影那样,或者你也身在其中,这图画大还是小,它就在你前方或是在远处,让这图画真实到好像你就站在那里面。 六,如果有人在对你说话,让它或它的声音变得优美,愉悦而圆润。 到快乐,完美的声音加进你的图画中也许是拿大自然的,海洋的,或美妙的音乐当背景。 七,是背景变得更柔美,更令人愉悦,让脑中的颜色更强烈。 在影像里感受到物体,并想象它的味道,让图画成为360度全方位的,整个环绕住你,环绕在你身上,成为你的一部分。 让这种内心宁静的感受或任何你想要的特质更加的真实。 如果你的思考犹疑不定,那就再回到你的图像以及你想要的特质上。 巴描绘出你的图像或感受到这份特质,愈生动愈好。 看你自己正享受拥有这份感受或特质。 如此真实的画面让你几乎可以触及到,听到,并看到。